官迪的收购已失败告终,巴塞罗拿又说有十亿欠债 为何又有那么多钱买人?他们究竟在搞什么? 车路士买不到官迪,其实原因是什么? 还有什么后着呢?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 欢迎各位回到车路士新闻台 上一集推出后,网主不幸,入了厂厅差不多一周 出院后要休息多两三天,然后追回日头工作进度 变了两周没出片,这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但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新一集前,也要多谢上一集有份课金的以下十多位网友 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也不知如何撑下去 也要多谢他们帮补了网主的小小医药费 大家记住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课金 还有大家也可以like,comment,share,订阅我们的频道和按小铃 事不宜迟,我们就去片吧! 首先想和大家交代收购官迪这件事 我们也知道到现在巴塞罗娜已经宣布他们签了官迪 很多传媒于是在吹说车路士欠输给巴塞罗娜 亦想做到好像之前拉芬娜的第二代 但其实如果我们细心点看,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记得在早前我们在车路士新闻网的Facebook专页 都故意提醒各位在这段时间 千万要小心点看这些转会传闻 不要让传媒带风向 我们看清楚而刚刚西维尔的球会主席 亲自出来解话 解释了并不是车路士争输了 而是车路士不想买官迪 最后被巴塞罗娜冷手执热尖堆 我们看这份报纸METRO的报道 他引述西维尔体育总监 他说车路士买不到官迪 只能怪他们自己 他说原本车路士已经同意以5500万英镑收购官迪 而他的价格也很高 但后来车路士自己对收购官迪有保留 所以停了一段时间 没有继续跟进 其实我们在上一两集的《车闻摘要》里面 也提过这件事 其实官迪的转会费和个人条件 在超过整个月之前已经谈定了 但突然车路士没有正式出架 然后突然车路士没有正式出架 然后有些传闻说车路士去了曼城 用处跟着其他个人条件 而也提过提裁这件事 为了迪伦利亚姆的怡务 结果是这时候巴塞罗娜才能介入谈判里面 最后成功签了这位球员 所以如果你说这单是拉芬娜的翻版 就完全不对 拉芬娜是车路士想买,但球员坚决想去巴塞 但这次官迪其实是车路士自己放弃 所以最后买不到 为何车路士会放弃? 在另一宗报道有提到 因为他的身高,官迪只有5尺10寸高 Guardian 卫报报道说 杜曹担心他的身高可否在英超立足 所以解释了为何他在中段停止了官迪的收购 然后找尼敦亚基或其他人选 所以到最后官迪买不到 也不需要太过失望 因为杜曹担心自己也不是很购买这位球员 说到这里 虽然不关我们车路士事 但我们也不妨八卦一点 看看巴塞罗娜在搞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巴塞罗娜陷入财困 根据BBC这篇文章说到 其实他的负债是差不多10亿英镑 为何他们还有那么多钱去买人 原来根据BBC这篇评论 一周开之后加薄两招 是说的是巴塞罗娜出 magazines 先用美来前 他们先用美国电视电视直播权 透过第一阶段卖了10%电视转播权给美国公司,筹了2亿英镑 然后再有第二阶段卖了15%的西甲转播权,筹了6亿英镑 BBC也提及了一个问题,如果欠这么多钱,透过卖这些电视转播权 应该先搞好盘数据,还债? 但这篇评论说现在新任主席拉普达没有耐性慢慢重组球会 他想要威,他想要得到球迷的支持,所以要尽快做成绩 结果这些10亿英镑的负债全部都扫在地毯底 总之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多少钱,全部都扔进去,就要来买人 还要买那些球员是要买一些最出名的,例如利云杜夫斯基 或者跟车路士争官迪等 如果你可以争到这些出名的球员,变成声名大噪 你自然去买那些电视转播权或其他收益又会增加 所以这就是第二个他们的老千计 就是那些负债不要理,掃落地毯底 但我们现在弄漂亮的门面 你看我们粒粒皆升,大家快点投资 我又可以叫高点价 这是第二招的老千计 然后还有第三招的老千计就是要逼现在的球员走 我相信大家都听很多,例如荷兰前锋迪比 还有当然最出名的就是法兰基迪庄 巴塞跟他说要是你走,要是我要减你一半人工 这是第三招就是去刻薄一些他们现有的球员 我真的不明白,老实说 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是同一个疑问 为什么新球员会走去签? 其实英格兰名宿加利利维尔都说 其实你迪庄应该走去法庭告你的球会 有什么由球会现在签了那么多钱回来 就不是出钱给你 就要搞到你欠身,但他就走去买身球员 这完全是不合理的 这就变了巴塞罗娜是一个无良雇主 这是他第三招的老千计 当然正如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其实不关我们车路线的事 我觉得车路士不想要这个官迪 或者说觉得这个官迪是不值一个天价 最后被巴塞罗娜出个比较好的价钱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拉芬娜喜欢去巴塞,不喜欢来车路士 结果过了去,那边又出得起钱 也无可厚非,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无谓 但我只是觉得巴塞罗娜 也算是一间传统的大球会 班霸级球会 即是出卖这些骂骂手段 觉得十分不似 接下一个环节我们说回自己 如果我们买不到官迪之后 其实球会是有什么替代品呢? 交代几宗全民收购 买不到官迪,但中坚的位置仍然要买人 于是一些之前出现过的名字又再出现 例如巴黎圣日尔门的金银比 据民不想离开他自小发展的这间球会 所以应该不会加盟车路士 另一个名字是国际米兰的史堅尼亚 其实早前传出巴黎圣日尔门出价收购这位球员 但据民双方面谈不够数 这里的报道说到 国际米兰方面要求5,800 万英镑价钱 PSG 最多估计只有5,000 万磅 所以说不够数 说不够数之后 除了巴黎圣日尔门 第二大热门可以签到他就是车路士 早前更有传说国际米兰 委托了一个中介的人物 他甚至来到伦敦谈判 其实有些消息说他们是借用劳卡古 回到车路士 还要给他很高的人工 已经令到他们没钱去买其他球员 于是他们也想出售某部分球员套演 因为史坚尼亚年龄方面27岁 非常大属大勇 如果我们刚才提到杜曹 因为新高不想买官迪 史坚尼亚应该很适合 因为他是187cm 高 所以这位球员十分适合 但是另一个全民球员有点令人意外 可能是里斯特城的21岁中坚 科芬娜 其实上一季也有一段短暂的时间 传说车路士想买这位球员 但是现在似乎杜曹对于他来说 非常有兴趣 当然是他的身高方面 科芬娜也有6尺1 而且年龄方面是21岁 十分年轻 发展空间也很大 其实他上一季在2122球季 因为长期受伤 所以上阵的次数只有7次 但是其实在2021球季 他的表现非常好 但是里斯特城要求价钱很高 因为他们很重视这位球员 说要车路士出到属身价7000万英镑 但是也有传说里斯特城的泰国班主没什么钱 所以我们听不到今年夏天 里斯特城有什么收购 暂时他们应该好像一个收购也没有 甚至也有消息说他们可能连他们的前锋 而买家传闻又是车路士也有份 根据外媒报道 车路士在董事局里一定有谈过收购科芬娜 但到最后是否真的可以要求里斯特城减价 但到一个双方都能够同意的价钱 这个就还需要看 除了说在中坚方面的位置之外 也在右杂方面有一些收购传闻 又是国际米兰球员 就是这位邓菲斯 刚才我们也说到国际米兰 其实派了一位代表来到伦敦谈判 国际米兰传媒估计用到4000万欧罗 应该大概可以买到这位球员 这位邓菲斯在侧击方面可以提供到很大的攻击力量 国际米兰希望上一季以1500万欧罗买这位邓菲斯 希望今季可以用4000万欧罗买出去 有点钱赚 如果真的买到这位邓菲斯 可以将列斯·占士移入中坚的位置 还有一个右杂人选 是拜仁慕尼克的法国国脚帕华德 根据英国媒体所说 车路士对这位26岁的拜仁慕尼克的球员是有兴趣的 拜仁慕尼克方面也有意出售 其实帕华德根据这里的报道 他其实是适合可以打中坚或打右杂的位置 估计他的身价是3100万英镑左右 如果以一位当打的球员来说 这个价钱也不算很贵 在这个价钱和这位球员有足够的经验 也是一个可思考的目标 最后也想谈一谈这个中场球员 巴塞罗拿这位中场球员 刚才也说他们很想放走这位球员 如果不是他们就不够钱去签身球员 这位荷兰国脚法兰基迪庄 但大家可能在很多媒体也有听过 迪庄他自己其实不想离开巴塞罗拿 但巴塞罗拿方面要逼他走 如果不是就要减身 而曼联方面对这位敌装非常有兴趣 但很多传媒都已经报道过 他自己不想去曼联 因为他想继续踢欧冠杯 所以他与巴塞罗拿方面表明了 如果我走的话我就去车路士 否则其他所有球会我都不会想 这里有提到 他说道曼联其实因为看到在中场干堤年纪越来越大 而且也越来越多伤患 所以这位敌装刚刚当打25岁 其实都会是一个挺好的球员 但如果你要去到巴塞罗拿所要求的6,700万英镑 道曼联就认为不会用这个价钱去买 可想而知其实道曼联觉得在中场已经有足够的人选 当然刚才说干堤年纪已高 但还有佐真奴想踢下一季再续约 还有中场有很多球员 比如说还有高华锡 还有干纳加拉加等球员都可以用 所以在中场并不是多务之急 当然不会用到6,000多万磅去买这位球员 看看因为巴塞罗拿就要急于去买这位球员 如果说可不可以禁国价 禁得紧要一点 让他可以便宜一些 例如说可能4,000多元 有没有交易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是没得想的 但很明显车路士对他的兴趣不算太大了 那些收购的传闻我们暂时谈到这里 最后也想和大家交代几单 就是一些传闻有关车路士球员加盟其他球会 有些报道说其实杜曹的心目中 他希望可以保持到对球队不太大 例如说去到顶多24-5人左右就足够了 所以需要有些球员也开始传计 而是准备推给其他球会去收购或借用 当然一个传了很久的就是车路士两边集的两位球员 就是队长亚斯比利古达和队长亚斯比利古达 以及队长亚斯比利古达和队长亚斯比利古达 以及队长亚斯比利古达和队长亚斯比利古达 队长亚斯比利古达和队长亚斯比利古达 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对车路士的重要球员 甚至队长亚斯比利古达和队长亚斯比利古达 巴塞罗拿如果出格价太低 是没有什么诚意的 亦是一种侮辱 所以价钱方面应该还未谈得到 甚至有些消息说因为欠拉芬拿和冠迪 令到杜曹和车路士很愤怒 于是便不让阿斯比利古达和马高斯亚朗素加盟巴塞罗 这消息有很多不同的报章也有提到 但我自己有些怀疑 正如刚才所说车路士一定要卖走球员 我自己的感觉不是因为车路士恋了巴塞罗拿而不肯放他们走 而是因为刚才谈到收购球员还未谈得到 所以你还未谈得到的时候你不能放走他们 因为如果例如史坚尼亚Touchwood 谈不成功的话 阿斯比利古达也一定要留在这里 否则整个球队有经验的中坚 但这几乎 airborne的其他球队有与低低的默奥 卖走带的主持有与巴塞罗拿而相对未有经验 反而在左闸的位置的玻海汉拉斯和马高斯亚朗素 双对比利古达很有优秀 而反而在左闸的位置的玻海汉拉斯和马高斯亚朗素 反而在左闸的位置的玻海汉拉斯的玻海汉拉斯的玻海汉拉斯和马高斯亚朗素 反而在左闸的位置的玻海汉拉斯的玻海汉拉斯的玻海汉拉斯 所以这里有些糾线,看看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 除了这两位西班牙球员外,还有其他球员也在谈 例如在爱华顿方面,林柏特在做他的领队 希望用他的关系在车路士可以买或借球员 其中一个也是出身自爱华顿的巴克利 当然上一季巴克利在到季尾才选择后备值 杜曹特根本不信任这位球员 所以他走的机会相当大 另一个爱华顿的收购目标是白书雅尔 当然林柏特对这位球员也有一定的认识 季前二新赛也有上阵 老实说表现不过不失 但应该去不到杜曹特的要求 另一个是21岁的中场球员比利基摩 上一季借了他诺域志 表现不太好 但回来时似乎杜曹特也不太喜欢这位球员 但我们知道林柏特对他非常有好感 他执教车路士时就给他很多机会 如果可以借用这位球员去到爱华顿 再跟着林柏特 对于这位球员或爱华顿 对于车路士各方面都有好处 还有这位前锋是波亚 但这位20岁的前锋早前杜曹特说他希望留他在 甚至传道连王加玛德里也对波亚有兴趣 刚刚传出的一些消息 我觉得水分相对高 如果这位20岁的球员真的想踢正选 他留在车路士的机会反而就会带你去王加玛德里 除了以上的几位球员之外 还有二号门将基柏阿里莎巴兰加 这位门将当然是不受林柏特的信任 后来杜曹特亦信任文迪比较多 现在我们之后都见到他作为二号门将 表现非常专业 而他上阵时把关也相当稳健 而现在27岁也是当打 当然他当年加盟车路士时 超过7000万磅的身价 应该不会有任何球会会出这个价钱 现在说法是会否用一种借用的方式 是会否用一种借用的方式 甚至有传到车路士肯帮助出他的四分三的薪金 所以如果也可以借用意大利也是一件好事 最后想说的是添姆·华拿 有关这位球员近期的传闻相对多 有传到因为他加盟车路士两季 上阵89次 只是射入了23球 很多人会说他的射门的触角比较差 表现不好 但我们不要忘记他在前球季 其实他是球队的助攻王 他上阵非常努力 对球会来说其实也有一定的帮助 很多球迷就会说他的表现很差 或者很废 我觉得对于这位球员也不太尊重 一来他很努力 二来他在国家队入球得非常多 是否说这位球员真的废 我反而觉得他未必适合车路士的踢法 传闻说他是想回到德甲 甚至想回到德甲 甚至想回到他之前效力的奈比锡 但另一方面 虽然很多报章说杜曹想借走 或者卖走这位德国国脚 但另一方面也有消息说杜曹也不是 他想留下添加华拿在球队里面 根据德国著名体育报章踢球者 说杜曹是阻止了华拿离队的要求 因为他认为在未来的球季这位球员也在他的计划之中 所以在转会窗中的消息是非常纷乱的 我们交代离队的传闻到此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的《车闻摘要》 如果真的觉得我们值得支持 当然希望大家可以按超级感谢去课金支持 另外也可以是like、comment、share、订阅我们频道和按小铃铛 希望我们过多几天可能还有一些新的收购时 就可以和大家继续跟进 其实未来的球季快要开始了 究竟祖军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去跟进 希望下次再见到大家 拜拜